温暖沒有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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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索盛 水中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几次无有 守不住花样的年华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又不是人了 那你呢 被俘偷汗 你又是什么 二姨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你知道五姨她等你多久吗 你一直不来 她只好拖着病庭来找你 你这么狠心对她 你是想看着她死吗 你不是说炖好了羊肉汤了吗 走 回家喝汤去 草薇 草薇 为什么 为什么你相信所有的人 就是不能相信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五姨太 五姨太 岑未 五姨太 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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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五姨太 五姨太 雷眼温暖 花花不当 回不到最初的年华 花花花 爱恨不过一年 指向 其中间世 来 花大夫 怎么样 回틀了 我也有何不禁止 继续 在 pregunt 不要 我不要见到 我再也不要见到的 你让他走 让他走 不要紧紫妖 守不住她样的 都是因为你 采薇才会变成这样 你根本没有资格 跟他在一起 你给我记住 王采薇是我的女人 你给我离她远一点 否则 别怪我不顾兄弟之情 好 舒服 真舒服 梅香啊 你都好几年 没给我按摩过了 这论起手法 在白家 我看还没有几个人 能跟你比 听说采薇最近病得很重 是不是 二爷已经派人去上海 请杨大夫了 应该这两天就会到的 你跟采薇的感情很好 是吗 也提不上有多好 只是梅香平时见惯了 心有酒窍的人 反而更喜欢跟采薇这样 这样简单的人来相处 可是在这个大宅子里面 越是单纯 越难生存下去 就像贵琴 就像采薇 倒是碧河这个丫头 挺令我惊讶的 这个女人 两面三刀 要是把她放在 富方的对立面上 以子之谋 公子之钝 那后果如何 还真是挺令人期待的 老太太 还是您高明 那也多亏了你及时通知我呀 要不然 富方早就把碧河给处置了 我哪有什么好戏可看 梅香 我要你趁着他们两个相争之际 去把富方这几年在白家的账目 给我弄清楚 回报 是 只要你对我忠心 不管以后白家怎么样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和明月的 是 知道吗 嗯 嗯 五爷太 你醒了 肚子饿不饿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吃吧 方首次 翠萍 我知道我快不行了 五爷太 你不要吓我 你不要说这种话好不好 生老病死 来人之长情 翠萍 你不用替我难过 爹死了 贵琴也死了 孩子们 前生不相休 我曾经爱的人现在也算久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只是崔萍 现在只有你在我身边 我不放心你 冯月太 你不要丢下我 好不好 你不要丢下翠萍 好不好 翠萍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得 名为主仆 却情同姐妹 感谢你这么多年来 对我这么好 不离不弃 在未 无以为报 我的那些四季都留给你 我已经对梅香说过 她会替你属身 你离开白家 和长妈妈去过好日子去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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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我一太能够好好地活着就可以了 我一太 你不要丢下我 好不好 你不要丢下我 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不要丢下我 不要 我一太 我一太 小姐 我一太 我一太太 小姐 小姐 不苦命的小姐啊 张妈妈也来送我了 你仔细听妈妈说 老爷 他不是被土匪截杀的 老爷是被人害死的呀 你说什么 太太 马大夫说 我姨太已经完全失去了意志 应该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我一直在怕着这一天 可没想到 当这一天真要来临的时候 我心里也不觉得有多痛快 今晚 是 你是否觉得我太狠毒 但凡太太有一丝心软 受苦受伤的只会是太太 到时候谁又会为您着想呢 对 与其受伤不如伤人 只是 是 我没有想到的是 刚解决一个 又来一个 好戏 真是没完没了 太太 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锦来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能不能够着 你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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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我把你做了 你用了 你用了 我看到他出门时 顺手将那封信塞入了怀里 可是 老爷被带回来以后 身上就已经没有了那封信 如果只是普通的劫匪 怎么会对一封 不值钱的信感兴趣呢 老爷是那么好的人 但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啊 是谁搜你的信 是谁害死的我爹 信是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 也是老爷发现的 我不知道信上写了什么 可是 老爷看了信以后 脸色立刻就变了 我也不知道 是谁害死了老爷 但我敢肯定 老爷的死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小姐 如果你就这么走了 那谁来为老爷申冤呢 我们不能让老爷死得 不明不白啊 五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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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如果我不巧装打扮 装成您府上的下人 我根本不可能进来见您 五一太 四一太 四一太 是被太太害死的 太太 有我小丫鬟 华儿为了财物害死四一太 可是我了解华儿 她根本不可能 懂四一太的东西 她胆子那么小 更加不可能害死四一太 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太太做的 是太太杀自四一太的 贵妾是被太太害死的 太太杀人灭口 把死了还儿 还想害我 可是我逃了出来 也是这个丫头机灵 竟然想到躲到我们家来 我们家这些天正在办丧事 人来人往的 太太根本没有怀疑这变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买通了门房来见你 就是要小姐你振作起来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别让亲者痛 愁者快啊 五一太 四一太死的时候 已经有了身孕了 你 你说什么 贵妾有了身孕 她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 她看你这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 怕说出来影响你的心情 加重了你的病情 所以她一直瞒着你的 贵妾 贵妾 五一太 太太一手折天 跌倒黑白 可怜四一太一时两命啊 五一太 在这个家里 只有你才是真正关心四一太的 除了你 再没有人能替四一太申冤了 好久求你 好久求求你 五一太 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一定要好起来 为我五家四一太 讨归一个公道啊 五一太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生无可恋 但是你要想想老爷 想想四一太 他们所受到的冤屈 还有你自己 自己所受的冤屈 你就都不管了吗 难道你就这儿有那些伤害你们的人 相遥法外吗 小姐 老爷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 如果他知道 小姐你落得这般凄惨的结局 那 那老爷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瞑目 也不会瞑目 四一太一直将五一太当真心姐妹 他一直希望五一太好好地活着 小姐 爹 费尽 小姐 五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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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五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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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多多休息 好 大夫 怎么样 病因小产后 加上身体虚弱 情况是比较严重 那能救得过来吗 我已经为他做好了治疗 如果病人能挺过这三天 应该没有大碍 好 德贵 带大夫下去休息 好 好 招待 请 来 他不想接你 他不想接你 这个时候 就请你不要再去刺激他了 二爷 你放心吧 我会多派几个人 在这里好好伺候他的 好 雷香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记得不能有任何闪失 这人哪 还是得认清自己的位置 别以为背后有人撑腰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拿着鸡毛当令剑 妹妹说的话 我怎么听不懂呢 何必装糊涂 用一时的得意换来后半辈子的诗意 可不划算 梅香 梅香 你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梅香当然清楚自己的位置 梅香这么做 也是想为二爷 为太太分担点忧愁 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 还请太太指点 二爷和老太太都说你做事谨慎入微 又何许我的指点 不过 我到底是当家太太 以后有什么决定之前 希望你能先和我商量 对 就像碧波院 你干嘛没有经过太太的允许 就许了他们的小厨房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啊 莫不是看着人家正当宠 就赶着上前去讨好了 丘陵姐姐这么说话 可真是冤枉梅香姐姐了 姐姐 谁是你姐姐啊 你不过是个低贱的下人 真以为能有资格和我平起停坐了 姐姐可不要乱说话 如果这些话传到二爷耳朵里 可就不好听了 二爷 二爷 过二爷什么事啊 二爷的亲娘是什么身份 难道姐姐忘了吗 你侮辱我不要紧 可你却侮辱了二爷 你胡胡说什么呀 我哪有侮辱二爷啊 大伙可都听到了 姐姐是赖不掉的 都给我闭嘴 大家都是姐妹 应当和睦相处 要是有谁敢兴风作浪 惹是生非 我一定会让她后悔 你之前说冤枉梅香 是什么意思 回太太的话 这些都是二爷的意思 因为二爷喜欢吃我做的菜 怕我跑来跑去得太累了 所以才让我开了小厨房 并非梅香姐姐擅自决定 隐姓 我们熬的汤熬好了吗 早就熬好了 足足熬了一个时辰哪 今晚二爷要去我院里 所以我得赶紧回去看着汤 就不跟各位姐姐多说了 如果有什么得罪之处 回头再向各位姐姐赔罪 我们走 真讨厌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们走 这碧盒可不比彩辉 这下热闹了 有好戏感 太太 你可想法制止那个闭盒 你看他得意的那个劲儿 分明是连您都不放在眼里 以前采薇再怎么得宠的时候 也不像他那么嚣张啊 早知道如此 秋林多嘴了 知道你为何是宠啊 就是因为你被宠说 动嘴的时候太多 动脑子的时候太少 可是我本来以为 搬倒了采薇 二爷多多少少 都会注意到我呢 没想到半路上 又杀出一个闭合 真是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个丘林笨得要命 根本就不能指望 他帮得上忙 可是笨人 有笨人的好处 起码不用费心思防备 那个笨合够聪明吧 可是一不留神 就会被他烦忧一口 笨合这个贱人 我迟早要让他 后悔自己的决定 抢薇院那边 有梅香插手 估计是不好 安排人进去了 就算他好了 也犯不了身 你看到大爷 对他那股热乎劲没有 大爷越是在乎他 老太太就越容不下 那就不管了 多留意一点就行了 倒是碧波园那边 你要多盯着点 可是碧波园那边 都是老太太安排的人 我们的人 都是在外院伺候着 根本进不了身 而且那个笨合似乎有防备 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到 老太太安排的人又怎样 老太太安排的人 难道个个都是铜墙铁壁 以刀枪不入了 青狼明白了 太太 太太 快把汤趁热喝了吧 如果我能生下儿子 又何须如此费尽心机 这些茶这起干粒之后 都要按我说的摆放整齐 明白了吗 是 我不是说要凝神香吗 快点换掉 好 洗澡水准备好了吗 我说的那些药材 可一味都不能少 六一太放心 一味都不会少的 是啊 六一太 我现在可是六一太了 再也不是之前 那个热人百步的笑容 六一太 没香啊 我听说碧盒最近 很讨二爷欢心 是不是 他呀是有些小聪明 知道把握时机 也知道投机取巧 他要是能为白家生个长子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好 二爷 西湖龙井是二爷平日里的最爱 已经去过头盗水了 二爷 你尝尝看 芸杏 上菜 今天的五道主菜 都是二爷平日里最喜欢吃的 有双笋肉丝 小瓜炒牛肉 那个呢是青炒酸丝 小瓜炒牛肉 酱爆腰花 双笋肉丝 还有三鲜紫米蛋卷 这些啊可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这些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来 先尝一尝这个 怎么样 好吃吗 二爷你尝尝看 好吃 快尝 好吃 好吃 只要二爷喜欢吃 我就尝尝做给你吃 来 二爷尝尝这个 我忽然想起 有件事情要吗 你先吃吧 二爷 二爷 味道明明是一样的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吗 王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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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薇 你要挺住我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来 五一太 三尉 五一太 五一太 三尉 三尉 五一太 你醒了 五一太 你醒了 你知道吗 你都昏迷了八天了 谢天谢地 真的是谢天谢地 你总算醒过来了 蔡薇 告诉你 杨大夫说了 只要你们好好休息 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杨大夫 就是二爷从上海请来的西医啊 他医术可好了 每天都给你打针呢 好 翠萍 我好饿 有吃的吗 有有有 我熬了粥 我这就去拿 我去 蔡薇 你不知道我见到你醒过来 有多高兴 要是贵心还活着的话 也不知道他该有多高兴 非常好 蔡薇啊 蔡薇你别哭啊 都怪我 杨大夫说了 不能让你受刺激的 快别哭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 姐姐 你放心 我这次好不容易死里到手 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 因为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现在 我的这条性命 已经不仅仅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 采薇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怎么 既然来了 怎么连话都不说了 你们两兄弟今天闹到这儿来 是不是又为了黄采薇的事 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采薇已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 所以我想接她出去 不行 采薇是我的妻室 她哪里也不去 你也不看看她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如果你真的爱她就请你放过她 她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 她本来就是我的妻子 现在是我的妻室 是我的 她是我的妻室 好了 吵啊 再吵啊 这多光彩啊 让所有的人都来听听看 这白家两兄弟为了一个女人 闹得天翻地覆的 真是够光彩的 都给我坐下 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理 我自会处理 薇姨太 今天的气色好多了 是 而且这些人都会在这儿 让我再约着 她的心理 从小时 向你俩一心理 和我可以互相信任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你是怀疑二姨太吗 我不是怀疑她 但我也不会完全信任她 能在这大宅里生活这么久 还安然无恙的人 绝对不见她 二姨太 她变了吗 不 二姨太 还是二姨太 只是黄采薇 已经不是过去的黄采薇了 我叫你把门打开 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偷听 不行 这样门窗大开着 不正堵绝别人偷听的可能 我一太说得对 果然有点不对劲 难道二姨太 叫人来监视我们的 倒也不一定是二姨太 即便是二姨太安排的人 太太想要伸手进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不要忘了 太太的手段是多可怕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小心点总是没错的 我之所以一败涂地 就错在我太大意 太低估了人性的阴暗 我原本以为 退让就可以换来周全 哪知道 却给了对方一次又一次 肆无忌惮伤害我的机会 你任何事 来 你再来 我原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可今日一看 才发现你只不过是一个小人 瞧瞧你一招得志的嘴脸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加紧尾巴 小心翼翼地做人 免得一不小心 就落得和你舅主一样的 惨淡下场 即便我肯本分做人 太太 你真的就肯原谅我吗 我今天就向你保证 我绝不会沦落到他那种地位 如果谁要是让我死 我就让他生不死 我是瓦片 我摔得起 不像太太您是精致瓷器 轻轻易碰 我还真是好奇啊 如果二爷知道了太太您之前做的事情 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崔萍 那天当着二姨太的面 我没好问 张妈妈和洪秀呢 那天你昏倒以后 我娘怕洪秀被发现 就带着他走了 我已经托人 将你醒来的消息告诉他们了 好让他们放心 翠萍 关于我爹和贵琴的事情不要说出去 回头 跟你娘和洪秀也要这样交代 我们还商量着 要不要告诉二爷呢 你们没有说吧 我娘说 要等你醒来再决定 不能告诉他 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连我的孩子都不放过 五姨太 会不会是弄错了 二爷 他不像是那样的人啊 我也不想相信 可是他自己都承认了 也不由得我不信 而且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即便告诉了二爷 也无济于事 而且二爷现在有了新欢 你觉得 他还会关心我的事情吗 这么做 除了打草惊蛇 让我们重新面临危险之外 一点作用都没有 五姨太 崔妈妈来了 五姨太 您可好些了 托妈妈的福 采薇感觉好多了 五姨太 您不用多礼了 我今天来 侍奉老太太之命 请您过去一趟 哦 都好久没给老太太请安了 正想着过去呢 妈妈等我一下 容我舒喜一番 五姨太 您不着急 您慢慢地吧 我在外边儿候着 颜老太太 您不着急 好 你 您 您看 小姨太 您的 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崔妈妈临走之情 那个怜悯的眼神 就好像我马上要遭遇 什么不幸一般 而且老太太一直不喜欢我 我这才刚好她就找我过去 我总觉得凶多吉少 吴义太 你别担心 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现在如同金弓之鸟一样 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绝不能再大意了 你就照我的话去做 就当求个安心吧 吴义太 时候不早了 就来了 给老太太请安 你怎么这么瘦啊 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你吹跑似的 崔妈妈 在 快扶武姨太坐下 是 来 采薇要多谢老太太和二爷的眷顾 一直为采薇请大夫看病 才捡回了采薇这条命 您的大安大德 采薇莫齿难忘 今天叫你过来 是有件事要问你 前锋对你一往情深 他提出要把你接出府 做他的外事 一辈子好好照顾 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如果他答应了 就绝对不能留 采薇如果真的这么水性洋花 那我是绝对不能把他留在前锋的身边 待会儿 只要我一砸杯子 你立刻把采薇打晕 然后扔到后院井里 要做得干净利落 知道吗 是 你怎么不说话呢 可是现在香港方面出了些问题 需要我们在那里成立一家办事处 我想来想去 这件事情是你负责 有你去则何事 这个时候你派我去香港 分明就是想支开我 你要干什么 快把酒都放下 既然白家容不下我 那我宁愿剃毒出家当尼姑 我 都太过了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相信一切有风回路转 长亭外古道边 寻梦的人路遥远 只为那一朝芳草的连天 哭与脸谈之间 就算千里是封烟 我相信一切有风回路转 长亭外古道边 寻梦的人路遥远 只为那一朝荒草被连天 哭与脸谈之间 就算千里是封烟 我相信一切有风回路转 哭与脸谈之间 就算千里是封烟 只为那一朝芳草被连天 我相信一切有风回路转